南安任辛苦造反20年 终于推翻了大明朝 只要能说想最后一股反抗势力 宁援总兵吴三桂 他便可以登基称帝 吴三桂手下有3万官宁铁记 10万步军 这支军力不可小视 吴三桂坐拥山海关 挡在大顺与大清之间 只有他成功归降 将来对付大清才更有把握 军师黄玉准备连夜出发 带上10万两白银 以及吴三桂示弱珍宝的爱妻陈圆院 有他在也能让吴三桂看到诚意 可没想到 陈圆圆早就被刘宗敏霸占 说什么都不放人 你说召见吴三桂啊 那你去 我老婆不去 陈圆圆现在是你老婆了 没错啊 黄玉没办法 只能换一个人选 万幸 吴三桂的老爹吴湘也在他们手里 若是吴湘能写一封劝强书 那个做儿子的 想必也会多考虑考虑 费尽三寸不烂之舌 黄玉才说服吴湘 连夜带着亲笔信 赶到山海关 献给吴三桂 伴吴尔及众将士 放眼将来顺天而归 日后御敌宝脱 功垂万事 吴三桂非常纠结 现在他是个香伯伯 大舜与大清都抢着拉拢 可一旦倒向一边 就意味着彻底得罪了另一边 现在还说不好 谁会是最后的胜者 吴三桂举棋不定 迟迟无法下注 黄玉察觉到他的犹豫 大大方方的展现诚意 吴三桂只要过来 绝对能得到最优厚的待遇 李自成允许将军 举棋不定 慎重考虑 在此期间 大顺每天供应山海关军饷 一万两 再下次来 带来了十万两白银 预赴山海关十天军饷 一天一万两不是个小数字 从中也能看到李自成满满的诚意 若是到清朝那边 吴三桂这个汉人 就算立下再大的战功 也只能是个外人 吴三桂率官您所有将士 归降大顺 我将归随大顺 黄玉终于松了口气 原以为此行任务圆满完成 可吴三桂比他想象的还要油滑 表面上是答应了大顺 背地里面对大清的拉拢性 他一样表现出投诚的意愿 无论是清廷还是李自成 我哪头都不敢相信 但也不能得罪 此时此刻 我们必须要做万全打算